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和李小龙的截拳道之间 究竟是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李小龙的功夫叫做截拳道 所谓截拳道的意思 就是阻击对手来拳之法 或截击对手来拳之道 它的最大特点 是将一般习惯打法上的防守与反击 分成两步的做法合二为一 防守与反击同时进行 是一种纯粹以实战为目的的积极术 截拳道刚猛凶狠 以打倒对手为第一准则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这种风靡全世界的功夫 就根源于我们福建泉州 永春县的永春白鹤圈 李小龙的师父就是永春 李小龙最早的启门的群众 就是永春群 这个是连李小龙自己 包括我们世界的无数社会 这都是公认 这是一张永春白鹤圈 传演世西分支图谱 我们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 白鹤圈的一个分支 在经过了数代之后 就传到了李小龙 那么永春白鹤圈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功 他如何创建 又对刚猛的李小龙 截拳道功夫 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温公祠武术馆 是永春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武术馆 这是一座新代风格的建筑 他见证永春白鹤圈在近代的辉煌和寂寞 在温公祠武术馆正堂的香岸上 叫林全师 名叫方仲公 他妻是早亡 唯一女儿名妻娘 方妻娘自幼聪明过人 好学武功 但她婚姻失意 于是到白链寺许发礼佛 当时是说这个方妻娘 因为是婚姻失意 到一个寺庙白链寺 去礼佛 夜里边梦梦见了 有一个老人 自幼是叫白鹤仙师的 来跟他讲 所以我闻你好全 先说你很喜欢钱树 我特来一种叫你一种钱树 据永春古全埔记载 方妻娘在创建了白鹤泉后 收了一个名叫曾寺的永春人为徒 后来他们日久升行 结为了夫妻 并回到了曾寺的故乡永春 这样接下来的三百多年里 白鹤泉在永春生根发芽 开枝散叶 并流传到了广东等地区 从这张永春白鹤泉 传演世袭分支屠服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永春白鹤泉在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发展后 有了许多的分支 据说 就是他的第五代弟子五梅大师 后来把永春白鹤泉传到了广东 五梅大师的弟子颜永春 又柔和了其他的技术 创建了广东永春泉 在几百年后 最终传给了李小龙 大哥 电影叶问也是真实地表现了这门功夫的特点 电影中的武打设计堪称一流 虽然之前扮演叶问的真子丹 并没有沿袭过永春泉 但是他高超的悟性也着实是令人惊叹 萤幕上真子丹的动作是凌厉潇洒 永春泉的短打寸进的威力一展无鱼 看到这样精彩的功夫 我想每个人心中一定都会有一个疑惑 那这种功夫会不会完全是电影当中虚构的呢 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永春泉和他起源的白鹤拳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威力呢 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 电影叶温的武打设计呢 其实并非是完全虚构 那真子丹表演的这种寸进短打 他的的确确呢 就是白鹤拳这样的男拳的主要的特点 永春白鹤拳是女性创建的 所以这种拳法多了几分阴柔的气质 但同时他的杀伤力巨大 全是苏国鸡链的这套白鹤展翅 看似普通却杀鸡暗藏 这主要因为他在发力方式上十分讲究寸进 那你们怎样来制服对方 所以的话他就要根据女人的生理特点 他就要求用最小的力矩来发挥最大的功率 所以就特别讲究寸进节力 寸是不满尺位置寸 好像你一尺就一尺了 你九寸是尺 也是属于寸的方法 这是代表短化镜的特点 这是化短镜 不是长镜 好像不是说一个镜很短 但是快到的时候 蓝鹤用力用沉稳的动作 就在三五厘米之间 就爆发出你的最大的杀伤 寸进是用分白鹤拳 非常独特的一种发力方式 所谓寸进 是指距离攻击目标很近 或者动作即将完成的瞬间 才突然加速 收缩肌肉发出的短促 刚脆的爆发力量 达到最大杀伤对手的目的 第二个你看 在这里的时候 这样堵着 这是寸进 这样堵着这是寸进 寸进对这个 两个管 对方的手是超级的 你看 不接触到 就抖住了 对吧 抖住了你看 我这时候 这个手把把它变曲了 这个顶进去了 看到没有 这个顶进去了 因为他要退我 这个手就进去了 这时候我就画了一种寸进 在这时候 为了不杀人 我画给你看一下 就是我用 我用这个身材 会长大的劲 一整 这个寸进就几千百分之一 一整 它就飞掉了 这个 New Year 电影夜问当中的详细的表现了咏春拳寸进短打的威力和魅力 可以说广东的咏春拳延续了福建咏春白鹤拳的特点 那后来李小龙拜叶问为师 那又学习了广东的咏春拳 在李小龙的看家本领节拳道中 也明显的也保留着白鹤拳和咏春拳的特征 李小龙的师父是我们咏春的姓蔡 他当时学的这个的话 就是夏兴蔡学的永春好几种群 所以他对永春群的各种群种的发力 他都掌握了他的精权 然后通过他自己的理念融合 把这种技术融在一起 往他自己幻名的一种很独特的打法 这只是打法技巧上的不同 用力安排形式上的不同 但是他精确的东西 他发力的根本的原理 还是来源于我们就称的群派 本核群有很大的关系 李小龙从13岁开始系统的学习永春拳 而这也成为了他后来创建 节拳道功夫的重要基础 李小龙截拳道 制简 制灵 制猛 攻击性极强 这主要是因为 他有一个杀手锏 寸拳 这种通过内外兼修 使意念力 呼吸力 运动力 集中的一种武术禁力 看似简单平淡的一击 却足以产生致命的杀伤力 而李小龙的无敌冲拳 就源于永春白鹤拳 这个李小龙群的特点 一个就是 李小龙的用力方方法 他的方法非常独特 你去看一下 他对贺群的这个华力方式 非常接近 就是弹斗 寸净 就是我们现在把它 把它通俗的叫成寸净 过去我们是叫做 躺斗弓 在鹤群里面是一种躺斗弓 就是腿被尖垮 人的身体的各部位 在瞬间移动之后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爆发 除了发力方式外 李小龙的截拳道 在一些套路上 也跟永春白鹤拳 十分的相近 李小龙的基本上 基本上 名战的手法 这手法实际上就是来源的贺群 这个顶着 插 拨 打脸 然后反过来 再打脸 打下面 打不 那就是李小龙把它变成这种基本 基本的动作了 老司机击腿 他基本手法就是 永春的白鹤拳 李小龙的功底 就是永春白鹤拳 他吸收了永春白鹤拳中 刚猛的方式 同时 他又柔和了中国功夫的 众多特长 最终自成一派 创建了风靡全球的 截拳道功夫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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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些精彩的影视剧 人们记住了叶问李小龙这些武术大师 但是他们武功的起源 同样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2008年的电影叶问 让我们又一次近距离的了解了传统武术 那么据不完全统计 现在的泉州永春县 就有两三万的人都在学习白鹤拳 而永春白鹤拳 在经过了三百多年的演变和发展之后 它的影响力也早已经超越了永春本土 已经走向了全国和海外 好了 因为背后的故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和大家一起继续来盘点精彩电影 发现真实传统 感谢观看